烫了以后,我送紧带非常的重要 哈喽 今天呢,我又来开箱了 首先,我们今天要开箱两个包裹 开箱两个包裹 首先,我们先开机 它已经有那个牌子了 去打 所以,我去打了买一些东西 不要太高而已 这次呢,买了 两件 买了两件裤子 其实其实这个牌子,我以前不懂 这个牌子之前还以为它是那种名牌啊,很贵啊 但是之前买过裤子才看到 然后,这个牌子还挺 可以说是挺平民的 这个牌子 这种裤子可以在家里穿 挺舒服的 有送紧带 然后,尤其是胖了以后 送紧带非常的重要 OK 不然真的穿不下去 这个盒子是这样子的 还可以吧 现在下一个,就是 是该看到的很重的 其实它不重啦 买过很重的东西 蛮重的 这个 那这个开箱的时候呢 我要走开呢 这样子站着开 好 好 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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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了,你们知道这个饮料吗,这个饮料? 这个饮料,这个饮料叫做 Bondabert Bondabert 这个Lubbio,以前我在黑风洞 在那边销售一年的时候,我在我 黑风洞的住家的楼下那边的 那个少货店 因为我以前住宇宙的房间 楼下的一个少货店,那边的店员是一个外老吧 店员里面就有 冰箱里面就有一个饮料 我那时候第一次喝了过就爱上了 那时候记得我在那边一年 我真的是很常喝了很多瓶 所以我家里的垃圾很大部分都是这个饮料 绝无夸张 这个饮料真的超好喝的,但是我回到来 看了很多地方早点都没有这个饮料 所以当我看到你这个饮料的时候,我就买来喝吧 就是回味一下以前的日子吧 这个饮料代表这一种回忆 就是我以前在黑风洞教书的那个回忆 所以 不懂你们喝过这个饮料啊 真的超好喝的 我喜欢喝这个 这个原味的 这个原味吧 然后 这个 柠檬的也不错 柠檬的也不错 所以这个牌子的饮料是我很喜欢 很喜欢喝的 好的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你们可以发现到我最近每天都在做Vlog 每天都在做我 每天都在Upload 那么 也是一个新厂试吧 给自己多一个挑战 这样子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既有一下生活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下我的生活 还有一些我的观点 对事情观点啊 等等 开箱啊 这样子 好吧,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 订阅 然后按赞 然后分享 然后小银档也要开 那么你就看到我其他的影片咯 接下来我要把影片做得更好的 好 谢谢大家